如今,我国的军工行业,在世界上比较出名。 前段日子,从埃及军方发出的一段视讯中可以看出,是一架无人机打击恐怖分子的画面。 而使用的无人机,就是从我国购买的一笼衣。 这也是从侧面说明了我国无人机的可靠性。 这也是我国无人机在国外畅销的原因。 据了解,埃及所购买的一笼,一无人机大约有十价以上。 这不算是新品,大概是十五年的产品。 但那时候,我国的无人机技术已经比较先进。 除此之外,就连作为美国盟友的沙特,也是购买中国的无人机。 作为最好的兄弟巴基斯坦,当然也不会落下。 据了解巴基斯坦在之前,就已经签下了48架一龙二无人机。 不得不说是大手笔。 毕竟一龙二在效能上相比上一代有了非常大的提升。 而且在载货方面,就要比之前的彩虹三无人机打了5倍。 意味着一龙二可以携带更多的导弹。 能对付更棘手的目标。 而且一龙二保留了查打一体的功能。 对于巴铁削少电子站的处境,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帮助。 而且还具有长航行时间能力。 因为搭载了国产的欧奖、负九型发动机。 使其一座站半径,能达到1500公里。 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区域巡航。 如果48架一龙二到货。 那么以后八方的空中打击任务,可能就依靠这些无人机了。 而且一龙二也不会只有巴铁购买。 阿联酋。 沙特都是表示要购买。 而且伊朗等国家,也是表现出了购买兴趣。 毕竟我国在国际市场上,已经具有了良好的口碑。 越来越多的国家相信我国的技术与我国合作。 这将会是一个良好的开端。 别忘在下方留言讨论哦。